Hello 大家好 我是HIK 这两天我来到了厦门参加第33届中国电影金机奖 而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的厂商 竟然是华为 金机和一手机到底有啥关系 提到拍电影 大部分人脑海中蹦出来的画面 肯定还是夸张的设备 庞大的剧组 还有各种高成本的布景和实拍 电影的门槛是很高的 提到手机 大部分人不再需要在脑海中想象它 每个人兜里都有 手上都有 手机已经几乎出现在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我们确实会用手机拍摄越来越多的照片和视频 但说到底 用手机能拍电影 这是一台华为Mate C10 Pro Plus 它的背部有14毫米的超广角 24毫米的广角 85毫米的三倍长焦 135毫米的十倍前网 焦段覆盖真的是很可以了 要不走 出去拍拍 打 desconeed 15毫米的十部 源来干个两机 保证 选拭 其他ifiable 飓 中保证 OK 大家不要被我骗了 上面的画面确实是由Mate 40 Pro Plus拍摄的 但如果你想拿到手机以后就能够出去拍电影 那你就too young too simple了 这次金鸡奖获奖作品 此处无声的导演说到 手机拍电影并没有降低电影的门槛 但它给了更多人参与的机会 这就是手机电影最大的意义 一部好的电影永远需要高水准的浮华道 高水准的编剧 高水准的导演和演员 这些门槛把无数热爱电影艺术 并且想要参与其中的人拒之门外 用手机拍电影 不是去吹嘘用手机代替专业摄影机和背后的那些人才 用手机拍电影 使用那些有兴趣想尝试的人 能够说走就走 从兜里拿出设备 稍微准备准备 就可以拍出一些还不错的画面 拼凑成一个能够打动人的故事 现在的手机已经可以做到记录下不错的画面 并且直接在终端上进行编辑和分享了 这已经是120多年前 电影艺术刚刚诞生时 那些老电影人无比羡慕的条件 记录是有意义的 把我们的日常琐碎保留下来 去分享 去创造 手机影像能力的发展 让记录从特权变成一种普世能力 所以金鸡和一手机到底有啥关系 金鸡赞赏的是优秀作品 而手机则赋予了更多人更多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